這罐是原裝的蓮奶 開了是白色的 不要開蓋 這樣整罐放進水裡 這樣已經燉了嗎 對,不要蓋蓋了 不要怕蓋得很厲害 然後弄它三個小時 三個小時 但強哥,你這樣燉三個小時 水就乾了嗎 加水 對,要看貨的 OK 你如果喜歡吃 就一次過燉十半 燉然後放在雪櫃裡 有空拿出來擦 那就不用擦了 鴨蛋,鴨蛋做 鴨蛋,加點奶 牛奶這個 對,牛奶 這是用來沾那個包 對,沾那個包 三個小時了 這罐銀麵就差不多了 好,那我們拿出來 建議大家放涼一點 好,打開它 OK 否則它的聲音 放涼到你整面都是 那太危險了 好,現在放涼了 我給大家看看 它變成花生醬了 其實經過長時間的高溫去焗它 它裡面的糖是會焦糖化的 所以它變成焦糖 它變成焦糖 而且它裡面的奶會收結 所以是比原本的煉奶 結了很多 還沒燉的,是這樣的 是 這次選了兩塊厚的麵包 其實我想它夠厚 鎖得夠多 蛋漿吃出來就會特別脆脆脆脆的 同意 首先我們將這些燉煉奶塗上去 我們將這些摸上去 所以待會會流出來的嗎 不會流出來的,它會扯到一點絲 哦 好,然後我們將它這樣吸進去 把剛才我們做的那個鴨蛋的 蛋漿 倒進一個薄的盤子裡 然後我們整天放進去 放進去 平時有些人會將麵包邊摺進去 我是不喜歡的 麵包邊首先會脆一點 而且它夠硬,它會保持著多士的形狀 明白 對,然後我們再翻它 好,然後我們再浸一邊 四邊也要是 對,四邊浸一邊 烹飪夠熱了,我們就放進去煎 這樣灑後開始加牛油 加多少 對呀,為什麼要加牛油呢 要香 你看到這裡的牛油開始溶解了 真的很香 好,我看到它差不多了 我給大家看看 就是這樣 這樣,如是者的 煎到整塊麵包都有這個 金黃色 金黃色 差不多了 那煎到四邊就完成了 我們煎到四邊 我們把麵包夾起來 這樣夾起來煎 夾起來的時候真的夾起來 芝士還沒用得完 有機會散開 這樣就不漂亮了 明白 我們再煎到這邊 我們把多士煎好夾起來 接著我們放一些糖 放著額外做焦糖 看到現在的狀態很熱的話 其實我很容易可以 射到過去了 接著呢 把那塊多士放上去 這個時候這個火已經吃了 因為都很熱 接著我們在這裡滾 把它放進去 然後再翻臉 哇 我們放在這裡 等它吸一會 糖溫度低了之後 它就會變脆 所以理論上加上鴨蛋 應該是脆脆的 可以 有這樣嗎 對 這個是Mascar Fone 它本身都是淡淡的 所以我們要放一點鹽 很少而已 幾粒 幾粒可以了 調一調味 然後放一點糖 我們有些咖啡 哇 咖啡 然後這裡有些雲泥 我們攪拌均勻就可以了 我們這樣放一些殼 在中間 我們再放一些生果上去 裝飾一下 士多啤梨 然後有些 越來越難了 近來我看到毛花果很漂亮 我們也可以放這些上去 接著我們做到最後上面 放一棵鹽 哇 有一點力量 很厲害 很厲害